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 中国将继续为促进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贡献力量 9月27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公开会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 在会议发言中指出 中国将继续为促进条约生效贡献力量 张军表示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是人类面向建立 无核武器世界目标的重要里程碑 也是国际核财军与核不扩散体系的关键支柱 张军就促进条约早日生效提出四点主张 第一坚定维护多边主义 营造条约生效的良好安全环境 消除核武器存在 扩散及试验的根源